那么这个植物就很难遇到了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认识一下 它的花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有淡淡的花香味 朋友们 这个就是香花鸡血藤了 它的藤浸也会流出红色的液体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这个香花鸡血藤 它和鸡血藤虽然不是同一种植物 但它们的架子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香花鸡血藤是豆科牙豆藤属的一种攀岩灌木 通常喜欢长在古地、灌木虫、西边等地 有些地方喜欢叫它山鸡血藤 香花鸭豆藤、珊瑚豆等等 它的叶子是这种二回的羽状腹叶 通常有两对小叶 背面的网脉较为明显 开的是这种宽大的云锥花絮 非常的漂亮 由多数紫红色小花组成 作为豆科植物 那么它也是会长豆莢的 表面密被灰色的绒毛 我们再来看 这就是它的静感 呈灰棕色 从断面来看 在皮层和木质中间会流出形式积血的液体 那么积血藤它是木质和木质间流出这种液体 因此这也是它们明显的区别 那么这个香花积血藤 个人认为它要比积血藤还要好一些 它的应用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 不知道朋友们对香花积血藤是否有了解呢 咱们评论区交流探讨哦 关注小满带你了解更多有趣的植物 我们下期见了解更多的植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